如果大家打開了的時候 我們慢慢一起中讀好嗎 好 預備 1 2 3 这些事以後 耶和華的話在儀仗中臨到阿伯蘭說 阿伯蘭啊 不要懼怕 我是你的臀牌 你必得豐富的賞賜 阿伯蘭說 主耶和華 我還沒有兒子 你能賜我什麼呢 承受我家業的事 大馬事隔人 以利以借 阿伯蘭又說 看啊 你沒有給我後子 你看 那身在我家中的人 要繼承我 看啊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他 說 這人不會繼承你 你本身所生的才會繼承你 於是耶和華帶他到外邊說 你看天觀看 去數星星 你能數得清嗎 又對他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阿伯蘭信耶和華 耶和華就以此算他為義 耶和華又對他說 我是耶和華 曾領你出加勒底的吾義 為要把這地賜利為業 阿伯蘭說 主耶和華 我怎能知道我必得這地為業呢 耶和華對他說 你為我取一頭三歲的母牛族 一隻三歲的母山羊 一隻三歲的公綿羊 一隻斑溝或一隻初駕 阿伯蘭就把這些刀取來 每樣從中間劈成兩半 一半對著 另一半排列 只有了沒有劈開 當至了下來 落在這些屍體上時 阿伯蘭就把他們趕走了 日落的時候 阿伯蘭沉睡了 看啊 有大而可謂的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華對阿伯蘭說 你要確實知道 你的後裔必寄居在別人的地 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虐待他們四百年 我要懲罰他們所 以後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 從那裡出來 至於你 要平平安安歸到你祖先那裡 必享長壽 被人賣妝 到了第四代 他們必回到這裡 因為阿摩利人的罪惡到現在 還沒有滿營 日落天黑的時候 看啊 有煙的和燒著的火把 在那天 耶和華與阿伯蘭納約說 我以致給你的後裔這一片地 從埃及河直到大河 又發拉底河 就是基利人 基利洗人 甲摩利人 客人 比利洗人 利佛陰人 阿摩利人 迦南人 迦撒人 耶布斯人的地 讓我們一起同心低頭討告 主人 我們多謝你 因為是你似下寶貴的話語 令到我們今天可以按照聖經的教導 每一天活出你 要我們怎樣行的生活 神就求你充滿這個會堂 保守說的和聽的 一同被你的說話去造就 我們恭敬將以下的時間交託給你 聽我們的禱告 祈禱感恩交託 奉我們救主耶穌寶貴名 致祈求 阿們 日本有一個老兵 在菲律賓躲藏了30年 因為他不知道世界大戰已經結束 縱使從空中飄離的傳單 或者其他的方法 都沒有辦法令他相信日本已經戰敗 直到他的老長官親自去到當地 命令他放下武器 他才結束他的戰爭 戰爭不單止帶被人受殺這麼簡單 還令人對人失去了信心 沒有了安全感 但是如果有一個是你可以靠信任的人出現 結果就很不同 在剛才大家讀出的《創世記》十五章 《阿伯拉罕》的事跡裏面 他也是剛剛經歷了戰火的洗禮 他又遇到誰呢 生命又如何不同呢 經文一開始就說到這些這些事以後 暗示阿伯拉罕和四皇的戰爭 完結了一段時間 在舊約的裏面 神很喜歡透過夢境和異仗 和先知或者向人啟示祂的信息 耶和華說阿伯拉罕你不要懼怕 阿伯拉罕怕什麼呢 雖然他打贏四皇 但是不知道四皇會不會心心不憤 再來一次攻打他 我相信這就是當時阿伯拉罕他擔心的事情 而神講這個說字呢 是帶有承諾和吩咐的意思 首先他吩咐阿伯拉罕你不用怕 因為我是你的盾牌 他提醒阿伯拉罕你和四皇打仗的時候 是哪一個好像盾牌一樣 貼身的去保護你 和你一起將四皇打敗 如果盾牌是回應十四章的戰士的話 那接下來的必得豐富的賞賜 就極有可能是回應十四章的二十三節 我是阿伯拉罕附足的經文 當時由於阿伯拉罕拒絕了所多馬王的禮物 而神在這裡好像要補償他不接受禮物的損失一樣 而賞賜一般都是講到一些物質的事 正如下文將會提及的加南地 而兒女也是神賞賜的禮物 如果你是阿伯拉罕 你會想什麼賞賜或者獎賞 如果弟兄姊妹還記得 耶和華分別在十二章的二節 七節 十三章的十六節 三次跟阿伯拉罕講過 他會賜給他喉睿 當時阿伯拉罕已經是七十五歲 但來到十五章的二節這裡 阿伯拉罕離開吾爾差不多有十年 雖然他明白到上次是耶和華的主權 但是自己畢竟已經八十幾歲 差不多要離開世界 但是仍然沒有兒子 難免真的有點憂慮 就算神再賜給我什麼禮物都沒什麼意思 因為我都沒有兒子可以繼承我的家業 所以他就計劃想收養大馬士格人以利以謝成為他的養子 對於這個叫上帝的幫助的以利以謝 經文沒有詳細去解釋他的身份 我們知道他是屬於阿伯拉罕家裡的一份子 在經文的第三節 阿伯拉罕更加坦白和神說出他的擔心 和他現在的處境 他說 漢娜你並沒有刺給我後子 漢娜我家中之子會繼承我 在古中東的時候 收養繼子或者養子 是一個很流行的做法 就好像我們中國人 將我們的兒子過繼給一些沒有親戚的人一樣 這樣做法 一來就可以承繼他的產業 二來 將來養父母年紀大了 也會有人去照顧 三來 養子 還可以等到養父母年紀老了之後死了 他還可以埋葬他們 真是一舉三得 究竟耶和華又怎樣回應 阿伯拉罕這個問題呢 在第四節 作者再用漢娜來指示讀者 他說 你們看看 耶和華又再一次跟阿伯拉罕說話 神說 以你以借 不會是你的繼承人 你自己所生的 先會成為你的後子繼承人 耶和華呢 除了用說話來安撫阿伯拉罕 一個坦剔不安的心情之外 還帶阿伯拉罕出去外邊 他叫他望一下天 叫他數一下星星 弟兄姐妹 你有沒有試過數星星啊 你數不數到幾顆啊 對啦 數不到的 耶和華呢 就是就地取材 告訴阿伯拉罕 他的後裔多到呢 好像凡星那麼多 是數之不盡 我相信 對於一個信心動搖的阿伯拉罕來講 耶和華這一次的說話 令到他的信心被堅固 心裏面還覺得很穩妥 所以言經文在第六節 很簡單的描述 阿伯拉罕信耶和華 耶和華就以此算他為儀 弟兄姐妹 這一道佐子的信 是講到阿伯拉罕對神的信靠和認識 而阿伯拉罕的安全感 完全是建基於在耶和華的說話上面 在新約羅馬書的四章九節這樣講 保羅話恩著信 就算阿伯拉罕為儀 而在阿閣書的二章二十三節 阿閣同樣講到阿伯拉罕信了神 就算他為儀 阿伯拉罕呢 是阿伯拉罕未改名之前的名字 所以這個是指同一個人 阿伯拉罕憑他對耶和華的信靠 達到了神對仁義的要求標準 所以他就被神宣稱為儀 那一刻我們都看到他的信心 再一次被肯定被提升 而他和神的關係 亦都進入了另外一個的新境界 我們從第十二章 阿伯拉罕離開吾爾 被神呼召開始 來到第十五章 我們看到他的信仰生命 是一步一步被建立 如果我們要經歷信心的成長 除了需要時間之外 有時我們是需要放下 我們某些的執著 當我們願意放下 自己固有的想法和期望的時候 我們生命就會更生 亦都會被神去建立 就好像阿伯拉罕他這樣 他雖然和神申訴 講出他的憂慮和擔心 但當神回應他的時候 他就願意放下自己的想法和計劃 等待神的應許去實現 那一刻他就豁然開朗 那我們又是怎樣呢 弟兄姊妹呀 今天我們要問的 有些甚麼是阻隔了我們的信心前進 會不會是一個的身份 是你一個的渴求 還是一個還未有神回應的討告 很多人為了家人信主 他們都不斷討告 我們心裡都很著急 尤其是當他們年紀已經不小 身體可能又不是太好的時候 但信心是指到你對未發生的事情都有盼望 希伯拉罗書的十一章一節這樣說 信就是所盼望之事有把握 對未見之事有確據 出名的神學家奧古斯丁的媽媽 為了奧古斯丁悔改回轉 她都討告了三十一年 我和妹妹為了媽媽信主 都討告了二十一年 她才信耶穌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千萬不要灰心 又或者我不知道你認不認同我的看法 神是有她自己的時間表和方法 很多時候我們要等待 都是信心的考驗 要成功跨過信心的挑戰 除了我們要放下我們固有的想法和自我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願意信服 等候神的安排 我們就會經歷信心的成長 和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即使這一刻 神仍然沒有行動去回應你 我們仍然有信心去等待 就好像阿伯蘭一樣 認定神的應許一定不會落空 一定會成就一樣 我們看回阿伯蘭 雖然她的信心已經升了 但信心的考驗是接種而來 大家還記不記得經文一開始 耶和華對阿伯蘭講的什麼說話 她說你必得豐富的賞賜 既然後裔的事 耶和華已經答應了一定有著落 那土地又怎樣呢 神在第七節對阿伯蘭講 她說我是耶和華 曾領你出加勒底的吾爾 為要把這地賜你為業 我看到這裡 發覺耶和華要作出一個很不同的決定 他的語氣完全都轉換了 原來神是要作出一個君王賞賜給忠神的宣告 而很多釋經學者都認為 這個形式有點像客人條約的開場版 但不同的地方就是 耶和華的宣告裏面 只是介紹採取主動立約的 耶和華自己所做的一切事 我相信如果我們是阿伯蘭的話 我們都會可能和他一樣 想知道怎樣獲得聖繼這一塊地 但是我們剛才還沒有說到 阿伯蘭對耶和華的信心已經是增加了 為什麼現在他又想到需要憑據或者引證呢 在舊約的時代 人求引證的動機 其實不代表他們不相信神 相反他們是希望藉著神的引證 來表明神的應許是必定會實現 因此耶和華就用約來堅定阿伯蘭的信心 在第九節他再說 他說你為我娶一頭三歲的母牛族 一隻三歲的母山羊 一隻三歲的公棉羊 一隻斑溝和一隻初甲 神借著納約的儀式 向阿伯蘭再作出保證 而選取三歲的祭生 是代表祭物是很貴重的意思 祭物已經預備好了 儀式亦即將開始 第十節阿伯蘭就把這些都取來 每樣從中間劈成兩半 一半對著另一半排列 只是了沒有劈開 從經文所描述的 納約願意和劈開一個約 納約的雙方會在劈開兩邊的祭生中間走過 表示對合約的忠誠 這種納約的儀式 同樣在耶利米書的三十四章出現過 意思是若果納約的人 遺約就像牛羊一樣 被劈成兩邊 而雀鳥沒有被劈開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他們太小的緣故 但是看來事情不是進展得很順利 因為當阿伯蘭把兩排肉排好之後 忽然之間有飼料 即使是屠嬰 飛落在屍體上面 阿伯蘭立即趕走他們 而禿嬰的出現 就是代表不祥的御兆 但是阿伯蘭又可以將他們趕走 這樣亦表明他可以轉危為安 將和患變為幸福 究竟他如何將危機轉為安全 我相信大家都很替阿伯蘭 心急和擔心 就在他趕走禿嬰的同時 在經文的第十二節 突然之間就說到日落的時候 阿伯蘭沉睡了 通常日落都不是睡覺的時間 有沒有人一日落就睡覺的? 嗯,沒有吧? 可能我們還在寫字樓正在做事 作者似乎要告訴我們 耶和華要令阿伯蘭睡覺 還是沉睡 正如我們剛才一開始所說 耶和華很喜歡透過異仗或者夢境 向人啟示自己的信息 所以作者又再說 他說 漢啊,有大而可謂的黑暗落在他的身上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 當阿伯蘭熟睡的時候 在夢境的裏面 他發覺漆黑一片 真的令到他很恐慌 很害怕 可能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為何神要阿伯蘭沉睡呢? 為何神要阿伯蘭沉睡呢? 有很多學者認為 夏文所提及的納約 完全都是神採取主動 是神單方面的把英許 他賜給阿伯蘭 那個英許就是賜給那塊地 賜給阿伯蘭和阿伯蘭的後裔 因此阿伯蘭沉睡的狀態 正正就是表達他是被動 既然阿伯蘭是處於被動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又看看主動的耶和華說些什麼 耶和華在第十三節說到 他說你確實知道 知道些什麼呢? 原來耶和華在說 你確實要知道 來回應阿伯蘭在第八節所說 我怎能知道我必得這地為業呢? 原來阿伯蘭的後裔 在獲得加南地之前 會有三件事發生 第一件就是他的子孫 要住在不屬於自己的地方 寄居在別人的地方 第二件就是他要服侍當地的人 即是在當地做老伯 第三 子孫是受當地的人欺負和壓迫 四百年 嘩!四百年 不是一個小數目 因為你可能會問 為何要是四百年呢? 在經文第十六節有提到 因為耶和華對住在加南地的阿摩利人 審判的時間是有四代 到他們的第四代 神才會審判他們 所以當時間一到 阿伯蘭的子孫就會回到加南地 並且從寄居的地方 帶回很多的財物 原因是因為耶和華要懲罰 他們所服侍的那個角 如果弟兄姊妹 你們有時間可以看看創世記的第四十六章 就會知道那個角就是埃及地 雖然阿伯蘭不能夠看到子孫進入加南地 但神卻是應許祂可以長壽 而且祂必有子孫將祂埋葬 在漆黑黑的一片之中 忽然之間就有無煙了 作者再用漢娜在第十七節 叫我們看看 它是有無煙的爐和燒著的火把 從那些肉塊中經過 煙和火令你想起什麼呢 弟兄姊妹 火燭 還是什麼呢 其實就令我想起出埃及記的第十九章 在西賴山之約 黑暗無煙和火 代表神的臨在 而爐和火把就是代表耶和華自己 當神從那些肉塊當中經過 代表祂閱納了阿伯蘭所預備的祭生 並且保證納藥必定會成就 但是為何只有耶和華在火中經過呢 為何只有耶和華在火中經過呢 因為這個納藥儀式 是強調耶和華必會履行這一份的藥 會按照他的應許 把加南地賜給阿伯拉罕和他的後裔 更加令我們奇怪的就是 第十八節說到那天 耶和華與阿伯拉罕納藥 但神沒有要求阿伯蘭做些什麼 來滿足這個藥 如果大家還記得 剛才我們讀出的經文第七節 就會明白 神是以君王把地賜給阿伯蘭和他的後裔 因此 這一個是耶和華單方面的應許 所以神就沒有要求阿伯蘭作出任何的承諾 在這裏 耶和華再三地向阿伯蘭保證 我以賜給你的後裔這一片地 從埃及河直到大河 又法拉底河 除了記錄了地界之外 他亦記下加南地裏 十族人的名稱 向阿伯蘭表示 雖然這十族是很強大 但是你的子孫必然得這地 認為這一個是耶和華的應許 親愛的弟兄姊妹 從人的角度看來 阿伯蘭現在未有兒子 又不能夠得到加南地 可能令人覺得有點失望 子孫又要寄居在埃及地 福祉他們四百年 才可以進入加南地 說真的 真是挺可憐的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不要只是 著眼看沒有的東西上面 和專注在苦難的事情上面 當我們看回 神和阿伯蘭所納的約裏面 雖然是要等待有苦難 但隨之而來的就是神的祝福和看顧 而事實上 我們的人生都經歷不少艱苦的旅程 我們都要依靠神才可以跨過 如果我們不繼續向前行 又怎會看到神的祝福呢 如果我們沒有繼續前行的話 我們又怎樣看到神的祝福呢 而且耶和華對阿伯蘭的祝福 從來沒有一刻是停止過 在十二章的三節 神說地上的萬族都要因阿伯蘭得福 在新約的加拉泰書三章六至七節這樣說 阿伯蘭罕信神 這就算為他的義 所以你們要知道 哪以信為本的人 就是阿伯蘭罕的子孫 而另外一段的經文 記載在羅馬書的六章二十三節 算為他義的這句話 不是單為他寫的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 就是我們信神 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人 照這樣說起上來 如果今天我們相信 主耶穌從死裡復活 在屬令上面 我們都算是阿伯蘭罕的子孫 神和人納約 祂的應許不會落空 即使人不能夠堅持下去 神仍然堅守祂的承諾和應許 親愛弟兄姊妹 我想告訴你們和我自己聽 我們和其他未信主的人都是一樣 都是罪人 很喜歡犯罪得罪神 我們不讓他們休成 根本我們沒有什麼特別好的地方 但是為何神還揀選我們呢 為何神仍然揀選我們呢 為何神仍然揀選我們呢 因為這個是神在創世之先 已經定下的救贖計劃 是神極大的恩典 賜給每一個願意回應福音的人 所以當我們回想 缺自信耶穌的那一刻 立志將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的時候 我們究竟有沒有做到呢 可能你有 可能你沒有 或者你說你交了一半 如果你有的 我為你感恩 感謝神的保守和帶領 如果沒有的 或者你交了一半 我們就要問一下自己 有什麼是令我們不能夠堅持 將主權交給神呢 在美國有一位傳教士約翰 他去到印度一個島嶼傳教 他被當地的土著用亂戰殺死 其實他早已知道這次去是很危險 但是他仍然坚持要向土著传教 在他写给父母的信上面 他说 你们或者会觉得这件事我是疯了 但我觉得是值得向土著介绍耶稣 如果我死了 不要生土著或者神 请继续按照神的旨意而活 我会再与你们相见 另外著名的电脑软件Microsoft的老板Bill Gates 把所有的财产580亿美金全部捐出来 用来援助非洲的爱知病人 他说 埃撒的物当归给埃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认为自己是被上帝挑选去管理财富 当他的使命完成的时候 将财产交回给上帝 是理所当然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 不是需要为主殉道 也都不需要将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来 但是他们所做的 却是告诉我们 他们是回应了神福音的呼召 将自己所有的东西 献上给神是值得 因为主耶稣用自己的生命 将我们买熟回来 这一份是他用保血所纳的药 所以这一份药 是一早有你有我份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主的爱 主的药 为了主赐给我们 在地上有丰盛的生命 和将来永恒的生命的应许 而继续为主努力传扬福音 坚守圣经真理的教导 直到我们见主面 在这一刻 我邀请你们低头 在安静的里面 你问一下自己 你的主权交了给谁 你想和主耶稣说些什么呢 在一分钟之后 我会带领大家祷告 让我们一同同心的祷告 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 感谢你在创世之先 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 借着主耶稣基督所纳的药 让我们的罪得已被赦免 可以和你重建关系 又借着圣灵帮助我们 去过信靠你的生活 主要求你除去阻挡我们 信心前进的人和事 好叫我们以一个清心 来回应你的呼召 不要忘记你无条件的爱 和极大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的随听 祷告感恩交托 乃奉我们救主耶稣 保贵明智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明智祈求